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起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那么现在网上有不少的消息传出 已经被辽宁男男正式放弃的曾经在球队视群的玩员 威尔森似乎是非常有市场 已经遭到了很多的球队的联系和哄抢 那目前来看呢,联系最为频繁的是两支球队 一支是李春江的上海男男 另外一支是杜丰的广东男男 两支球队都希望把威尔森牵下来成为球队的第三外援 可以说这两支球队都是辽宁男男本赛季 想要争取冠军的潜在对手 尽管说像排名都不如辽宁队 但是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和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很多球迷也是担心 难道说辽宁男男又看走眼了 他们所放弃的外援有可能在别人那里能够成功的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 因为我们知道此前辽宁男男多次放弃的外援 无论是在NBA还是在CBA 再次回到赛场之上都是打得风生水起 比如说在上个赛季放弃的西蒙斯 其实这个赛季在加盟到山西南来之后 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尽管说不像菲尔德那么的重要 但是也成为风险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尤其是他的防守能力 确实给到山西这支不擅长防守的球队以很大的帮助 包括本赛季在NBA里签下短期合同 曾经被辽宁放弃的风味摇摆人史蒂芬孙 在NBA里都打得风生水起 一度成为了球队的核心级别的人物 所以当时也有不少的球迷调侃 辽宁男男赶紧下一个反诈app吧 为什么他放弃的外援 他看不上的外援 人家去了别的队就能够打得风生水起了 现在如今这个维尔森又被传言遭到了上海和广东的疯抢 是不是说明李宏庆阳明又看走眼了 其实这个也是分两头数 首先第一个 别的外援在其他的球队打得很好 并不意味着辽宁有眼无珠把这个外援给看走眼了 你比如说像曾经在CBA多支球队都打不上球的阿德巴约 如今到了NBA 甚至能够成为一支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包括能够拿着上千万的年薪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当时他在CBA里很多球队都是没看上他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其实辽宁男兰我个人认为 可以说是CBA所有球队里边选外援最难的 因为他的球员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人能力非常强 这种国内球员其实是能够独到一面的 第二一点 辽宁的球员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你不可能把他锻炼成像广东男兰那样 对吧 成为一个具有顶级执行力的球员 执行力和整体性 这就是辽宁男兰与广东男兰国内球员最大的差距 而辽宁男兰的优势 在于他们的球员个人能力 包括自我发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是他们的优势 这可能是辽宁和广东两支球队各自的特点 所以说与辽宁队去配外援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一点或许是他们没有看上威尔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包括当初看走这个西蒙斯也好 还有史蒂芬森也好 都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边 而广东和上海之所以看上威尔森 我觉得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的话 也并不意味着威尔森是一个多么抢手的外援 只是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像广东也好 上海也好 他们两个球队对于球队的第二外援可能不是那么的满意 但是有点激烈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为了保险起见 两队都希望能够投资第三外援 这样的话加一层保险 一旦自己的第二外援像冯莱 像莱多真的说是打不出来 或者说是出现伤命这种几张的情况的时候 我不至于没人可用 毕竟这两只球队在本赛季 也都是有着非常高的目标的 容不下任何一点小的瑕疵 所以说威尔森即便是真的到了这两只球队 我预计也只是当成是第三万元来使用 轮换上场的时间肯定不会特别的多 所以即便是真的这两只球队签了威尔森 而且威尔森表现很好的话 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借用这件事情 类似于像西蒙斯 像这个史蒂芬森也要去讽刺和嘲讽辽宁南兰 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本来辽宁南兰选外援就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你也得承认一点 困难归困难 那这次体验你管理层能力的时候 辽宁南兰咱实话是说 这两个赛季一直打不过广东 就是因为你在选取外援的眼光上 跟人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竞技体育是以成绩为导向的 如果说你的这种成绩打不出来 年年都去拿一个亚军的话 也不能怪球迷去怨你的管理层 甚至去嘲笑你的管理层 在选外援上油烟无珠